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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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在心性上说的 但被决心再说于神 都是潜在意识的这种祈求依赖 那就是怪力 明明心中 你要明白那面心 它就能够成就一些担当力量 可是你暧昧了决心 在外面寻求一点力量 都叫怪力 怪字 它真正繁体字 是这样写 现在繁体字讲 那个圣人的神写 幼土不知道怎么改的简体字 那圣其实是耳口王 繁体是一个耳朵 一个口 一个刃 一个王 怎么改的幼土 幼土才是真正叫怪 怪怎么写 一个心一个幼土 是吗 为什么叫幼土 你心建立起来 再去再找种种长样 就是怪力 明明是心中应该有的力量 你却在外面去 但有任何追求 就叫怪力 若是它能产生力量 都是你下一念心中更深的执着 所以叫怪力 所以很多世界上的灵 你不要以为它好灵 神明好灵 灵一次 你暧昧一次 那个灵 灵光若是在外 灵一次 你只能被它暧昧一次 什么叫暧昧 你会发现将来在任何事情上面 你就会变成提心吊胆 碰到任何事情 就是哎呀 怎么好像怎么样 怎么如何如何了 那这种声音里面都不是那个直下在决心之中敢担当的那种气概 那是永远南途梦境的执着 你觉得灵吗 那梦中当然灵啊 对吧 梦中业力跟你相应的时候 梦中随业而来 无处不灵 因为与你现在的夜感相应 小偷要偷东西 因为他偷心 他偷信已经成熟了 他走到任何地方去 别人看不出来 他一看这家有钱 多灵啊 多灵 太灵了 就是如此 你知道夜感焦光了 就是灵 所以有人说 鬼有神通 胡扯了 鬼有什么神通 那怎么叫神通 如果说是神 神也是败坏相 鬼就是 他跟他的夜性相通 就特别灵 所以这个人极度的恐惧 或者极度的烦恼 灵枉生死 他方世界有恐惧 他都感应得到 你认为他是神通 那叫夜立神后 他方世界有那种 有那种烦恼 他都感应得到 你以为那叫神 那个叫灵吗 那就夜感 所以灵灵的灵字 中国字都已经讲清楚 灵灵就是霍通想 灵灵 但是众生用到灵以后 所以中国字里面发现 它解释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所以堕在那个灵中 就是这种 这种一种精药 幻觉 那个灵 精魅 精药都行 光药的药 你会不会去那种地方 灵灵 去灵灵灵 那里面有太多的祈求 众生的那种妄想 我们里面毕竟是凡夫 里面涵盖那种氛围 有的时候我们心灵有力量 气到那种氛围以后 你就被那个氛围影响 也感受不出来 其实这种影响 就像我们传染生病是一样 生病是突然陷个病体现前 那种心灵那种 那种怪力的影响 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生事情才发现 你已经影响了神神